收到这儿买电了啊 走一走 瞧一瞧 看一段了啊 来说不 水天 走 喂 嘿嘿嘿 李明君 选择神医 选择希望 嘿嘿嘿 这你说神医 确实是神医 我媳妇一直怀不上 自从吃了他给的药 一口气生了十个瓦 哎小弟 嘿嘿嘿嘿嘿 怕不是个傻子 美女 我管你气势两须 也性不调啊 嘿 我有怎么还没放啊 10块钱一包不还价 有什么东西 哎 你是成所儿吗 你见过这么好看 成所儿 我 你 你干嘛呀 你这不好像成小家人 你就死了 我好多年 听我好好说呀 我就是致命啊 你坐在这儿 我现在看看病人吧 啊 這就是白毒骨的手臂 什麼 有人跪下 有人跪下 跪下 想不到 你用不進來的孩子 來吧 這邊 少主先生快去走 是 聽開始 交召住下 你想到 這小子還活著 我以為他早就死了 要不讓他再嘗一嘗 我新研製的毒藥 不可莽撞 江城前藏三年 附近不可土而出 勢力大策 我們需要從長進一眼 江城 我終於找到你了 我終於找到你了 作弦少主 正好我父親 為報答少主恩情 久而願意 一身相遇 不是 不是 這怎麼能行啊 我已經盡惑會了 你 你沒機會了啊 哎 誰說我沒機會 行兒 卻是曾經見過 不過 明天上午寿宴上 不會宣布 將他的非武老鳴除名 盈兒也會在方面提出秘密 明天中午 希望各位媒體朋友能來自我見證 到時候會向全世界宣布 盈兒只屬於我一個人 從此我們張旭兩家聯手 周古進 是 西元太盛 吳光 為大理 明天宿學生宴 去 西元太盛 吳光在 為大理 明天宿學生宴 怎麼樣 去呀 哦 請一門雲片拜見少主 請少主立刻回家提文席位 主持大局 少主 當年老民主致死 定立有隱情 難道三年前 我師父是被毒死的 雲確聽令 華帝三十 也要找出老民主被害的真相和證據 少主放心 我等並不如使命 加上 加上 是我 欠的怎麼樣啊 我那個姐姐 一心只想著她那個廢物老公 要不然 我嫁給你吧 我跟馴兒 相和合差不多 蛋 我對你不感興趣 蛋 把這包藥 給馴兒喝下去 張少是想 生米煮成熟蛋 你還有點缺悟 事成之後 我訪問你進神醫門休息 那咱們合作一塊 合作一塊 老公 這個 一會兒 一會兒想辦法讓馴兒吃了 許理成悲 情歌乾給永兒下藥 簡直找死 我以為誰呢 這個我們家那廢物嘛 而我記得我奶奶生也沒叫你啊 你怎麼還撿這個臉自己來了呢 老婆 話也不能這麼說 這個廢物好歹也是今天的主角啊 只是他還不知道 他的老婆馬上就要成為張少的女人了啊 你不說我還忘了 這廢物不就是我們家即將要搬出去的那個嗎 白吃白喝我們家三年 幹什麼 這是神醫門的制作手法 還我 說 這有誰給你啊 說 這藥誰給你啊 我可是槍上的人 你要是個洞 這時候不會放過你的 今日若是不說 我殺了你們 讓我死窮給你們的藥 誰也不殺 是我給的又怎樣 你還能打我不吵 把他給我放了 信不信我廢了你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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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你可一定要給我們做主啊 這個廢物 他不僅打了我和陳飛 他也打手都跟你打他 不是 奶奶 就這樣 把他抓起來 抓起來 陳飛 你先別叫去生氣 江城 我是瞭解的 如果沒有原因的話 他是不會無敵方式的 姐 你怎麼還聽得說話呀 你剛才手裡拿的是什麼 這是 他就是想著他給你結婚算 你都沒力同放 你就想下藥啊 讓我被我跟陳飛放起來 他他就打我們 你你你你這個廢物 連你也想打我 臭屎 你就是個臭屎 我老台軍面前 聽你說話 楊長 你放開我嗎 快放開我 江長 快放開我 楊長 你放開我嗎 哎呀 這個廢物他人了 連自己的跳不跳都敢打 你沒事吧 太小的好老公 連你媽都敢打 刪 把他的臉 給我刪成豬頭 去呀 快刪 趕快刪 我刪他 你就不是我女兒 江城 你別鬧了 好不好 這可是奶奶的授業 有什麼事情 我們回家再說 女兒 你拿我吧 我不會換手的 江城 你這個廢物 反了天了你 在我的授業上 竟敢胡作非為 徐嬰兒 我命令你 現在 立刻 給這個廢物離婚 否則 你們一家 都給我混出去 老大軍 今天可是您的主場 不如人的小人物 掃了雅相 奶奶 張少說的對呀 這姓姜的 他就是一個廢物 您千萬別為他賭 老大軍 知道您今日受禅 也沒為您準備什麼厚禮 這個 是我專門找人 在神衣門 求得的一株千年人生 祝老大軍 浮如東海 壽裕南山 極品千年人生 萬金難求 張少 大出席啊 張少 你看你這人 人來了就好 何必這麼破費呢 你放心 盈兒和這個廢物離婚後 你就立刻和盈兒成婚 畢竟 只有你這樣的青年財金 才能配得上我們贏了 老大軍 您客氣了 這些呢 只是一點小意思 稍後 家父便會前來 到時候 更有厚禮相贈 哎呦 太客氣了 我張家 受得成熟 獨孤傲大人點 苦心經營五十才 才得以 成為這天海市世家之首 家中奇珍一寶 更是數不勝數 別說這千年人生了 萬年靈芝 都不在話下 還萬年靈芝 你這千年人生 都是個假的 你憑什麼說我的人生是假的 今天 你要是拿出證據 證明我的人生是假的 我從你鋪都鑽過去 再學三聲狗叫 你要是證明不出 就從我的胯下轉過去 再學三聲狗叫 好 我跟你打這個肚 好 我跟你打這個肚 找不出證據吧 太從我胯下 穿進去 身有二十的 你這所謂的千年人生呢 不過是用假拳 信泡出來的劣質人生罷了 哦 我先提醒一下你們 若是你們信了他的鬼話 別說嚴嚴益壽 明年的今天 應該就能吃上席了 這廢物是怎麼知道的 你這個喪門性 你這是在證老太君死嗎 你這個混蛋 你竟敢證我死 你氣死我了 贏了 你 和這個混蛋 還有你們一家都給我滾出去 老太君 既然他說我的人生是假的 那咱就看看 他給老太君您準備了什麼合理 張少年真會說笑 還這個廢物 能會拿出什麼像樣的合理 行 那就讓你們開開眼 你可破綁的虎 你當寶貝啊 不錯 這個是我專門熬製的玉紙磷身子 喝上一口便可言言語壽 喝下一壺 最少增加十年壽 哈哈哈哈 許麗 快把那什麽湯給我拿過來 喝一口言言語壽 喝一壺 多活十年 快快快快 呀 這不蘿蔔排骨湯嗎 還什麼玉紙磷身湯 你壞了誰呢你 哈哈哈 不得不說 你的廢物真是熬的一瓶口湯 就連本湯都吹言語低了 不過 你拿著壹壺蘿蔔排骨湯 來吹牛 真當我們都是傻子嗎 這玉紙磷身湯 我熬了整整七七四十九天啊 江城 你在說什麼胡話 明人都能看出來這到底是什麼 你還在這裏吹牛 你連丟一丟的還不夠是嗎 雅兒 我我沒有騙你 喝上一口一言言一受 你有這樣的本領 你不應該去再許家 你應該去神一門當神一門門主 我的確是神一門門主啊 他説他是神一門門主啊 江城 你清醒一點 不要再做夢了 犯一個普通人有什麼不好 你為什麼就是不能認命 餃子 你可知道神一門是大廈第一門派 神一門門主在整個大廈 都是至高無上的存在 就連天還失守 也無緣和他見面 神一門門主 怎麼會出席著一個小小的寿宴呢 小三 冒充神一門門主 可是死罪 你死定了 兩位前輩說的不錯 冒充神一門門主 確實死 在下不裁 在神一門擔任要职 我在神一門 從來沒見過這個廢物 我現在 代表神一門發出追殺令 誰能殺了這個冒充神一門門主的廢物 便可進入神一門修行 能一步登天 入神一門修行 可是天大的造化 劉家鳳 諸殺令 真是踏破這些武迷处 我趙家多年苦行進入神一門 辦法未果 今日終於得此良機 趙家鳳追殺令 劉家鳳追殺令 王家鳳追殺令 沒想到現在什麼阿猫阿狗 都能進神一門了 看來我神一門 的確需要清理門戶了 這廢物 死到臨頭了還怎樣 天海市 武大世家聯手殺你 過了今晚 這世上就再沒有你這廢物 你的老婆 也將是我徵受的你 今晚 我就站在此處 我倒要看看 誰能殺我 誰敢殺我 我倒要看看 誰能殺我 誰敢殺我 廢物 死到臨頭還不自止 神一門 天字一號追殺掉 劍功利益 就在此時 大家一起 給我殺了這個廢物 如果要殺了他 就先殺了我 既然你想和這個廢物一塊死 那我就成全你 永兒是我的女人 少人的廢物即可 神王界在死 還不歸山 不對啊 少門主也死 少門主 也不知所缺 哪兒來的誰門門主 那戒指 肯定是地攤上來的 至於那紅光 也是LED燈發出來的 不必大街小怪 都愣著幹嘛 還不一起上 出手 你們可知道他是誰 出手 你們可知道他是誰啊 學家竟然認識成熟這般大人 什麼 想造反不成 都是誤會 你們都是鬧著玩的 鬧著玩 我哥八百米遠 都能感受到這裏的速殺之氣 不知承受大人 大驾光麗 老兄 有誓言 大人 剛才都誤會 都是那個廢物 你說哪個是廢物 說廢物 還不過來 拜見成熟大人 多古傲 我要的禮物呢 老夫來遲 還請江先生恕罪 禮物已備妥當 小兒 此乃大下山河印 山河印 可是物價之寶啊 對呀 今天能看到山河印 算是開眼了 此印乃是老夫上尉之初 國主 親政 憑此印 徐家商隊可在大下國內暢通無阻 徐家人當保護好此印 若有損壞丟失 可當死罪 你 還沒這個資格截 你 還沒這個資格截 不就一個破印嗎 有什麼稀罕的 我們張學兩家馬上就聯運了 聯運之後十里大僧 馬上就能橫行大下 還問你的破印幹什麼 你說什麼 副口 被承受大人面前竟敢胡言亂語 請問 我徐家 誰有資格借這大印 此印是江先生所贈 當然是要問江先生了 此印 應當由徐氏集團總經理屆 請徐家總經理屆 沒想到我家廢物 沒想到我家女婿 還有這般能耐 您是怎麼認識的 江先生治好了老夫多年的頑疾 昨天我還握病在策 今日便可見不如飛啊 什麼味道 玉子凌生湯 抱歉天悟 你們真的是抱歉天悟 同仇大人 您這是 水玉子凌生湯 老夫只上三星年沒有吃個 莫說是這沈英文 蒼爺整個大象 能熬制紫湯的也不超過三人呢 那這一壺 玉子凌生湯價值多少啊 我說一壺 但是這一口 都抵萬斤 哎呦 我想把這個廢物給我的拍骨湯 真真本珍貴 只有那名王不理你狠財 才會外這玉子凌生湯 當著排骨湯 對不起家長 是我誤會你了 精彩 真是精彩 翠夫 不得不說 你這招真是高明啊 不過 本少隨家父 卻我成熟 兩人雖然長得相似 不過 我敢保證 哈 絕對不是成熟大人 一定是你冒充的 原來是這樣 我說呢 長柔大人 怎麼會如此吃相 廢物果然是廢物 心思永遠用不到 地道上面 你以為你可以瞞天過海 萬萬想不到 張少 見我成熟 今天若不是張少在 我還真被你猛騙 離婚 離婚 馮兒 你現在立刻和這廢物離婚 你連我都敢騙 也要讓他在天海市 我換不下去 是 老太君 相安勿躁 家父 稍後便會 到時候 畢竟上這兩個廢物 出手袋 老太君 徐家百年 的雞 今天怕是要回到你手裡 小兔子 你剛才告訴我 你跟你爹去過我成熟 是吧 你爹叫什麼名字 你這老頭還挺敬業 不 不過 告訴你 家 那是天海市張家家 張大福 張大福是吧 三分鐘之內 必須出現在我面前 你們張家 在天海市除名 你這老頭還挺入戲啊 不過我真想看看 你到底憑什麼 讓我張家在天海市除名 你這個老廢物 今天就讓你和這個廢物 進去一起 命喪於此 命喪於此 一人住手 爸 你打我做什麼 打你 再多說一句話 我這弄死你 成熟大人 誤會 絕對是天大的誤會 小兒 定是不知道您的身份 說一猜 真的是成熟大人 天大的誤會啊 好東西啊 你兒子剛才還信誓旦旦的說 他和你在成熟虎見過我 還說我是騙的 他們跪下 成熟大人 全職屋裡頂 頂撞了你 我回去之後 一定嚴格管教 絕對不會讓此處事情再次發生 請你 給我道歉沒用 他們得罪的江先生 給他道歉 對對對 江先生 您大人就大量 很希望你 一切切 換個拳子 我張家一定 趕近不近 張家主 未免想的也太好了 方才你那蠢貨兒子 還揚言要殺了我 張先生 你 沒想到江先生 是個鴨子比鴨之人 既然如此 剛才我們幾位得罪了江先生 相比江先生也容不下我等 我們天海極大世家聯合 江先生 憑蓬余思亡 對 憑蓬余思亡 一群 螂蟻 雲雀 一分鐘之內 有天海市 這些自以為是的世家 全部破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分鐘 上菜城的恶大世家 全部破產 怕不是在做夢吧 本說我張家 產業就遍布整個大廈 我可能 在一分鐘之內破產 其他的世家 也是家大業大 又憑你一起之旅 就是讓外廠的各大世家 全部破產 真是 這玩笑 嗯 一談遭遇不明取疾 股價暴跌 馬上就要破產了 文理石集團的貸款被停了 現金流已經固執 馬上就要破產了 任憑嚴嚴嚴出事 張王兆留李武大才 杭旗旗很怕是 作惡多端 人家殺了 也是便宜了你們 憲令你們 資產全部充公 流放幾倍 極寒之地 願意財神充公 流放極寒之地 既然事情已經解決了 鄭先生 我就不打擾了 城主堡隨時歡迎你們走客 小江 你到底是什麼身份呢 竟然有如此大的能力 可以讓天海市五大財團 集體破產 我的身份 不配知道 我們不配知道你的身份 你有什麼身份 你連大家都被他給騙了 他就是一個狐家虎威的廢物 我要是沒有猜錯的話 你是從某個江湖狼狼那裡學了幾個偏方 僥倖誤打誤撞治好了城主 可惜呀 城主的人情已經被你給用完了 像城主這樣的大仗 不會再給你出第二次的手 這會 你死定了 城主大仗的人情 竟被你這樣浪費掉了 我還以為這個廢物有什麼背景 半天 原來只是一個江湖狼狼 現在 那城主大仗的人情沒了吧 而且 你的偏方 有沒有後遺症還不好做 若是將來 有什麼後遺症 就是大仁追究起來 誰說是你 就算整個學家 都要因你受到欠點 張超 我快看手機 你們集團的股票上漲了 現在比原來漲了十倍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這廢話 騙出還挺高明啊 我堂堂張手 竟然差點被你騙了 假大業 怎麼可能破產 各位 危機都解除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有人為我李家柱子百億 李家賬號資金充沛 不用破產了 劉家 趙家 張家 王家 全部不用破產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各位 虛精一場 純屬巧合 我現在 就來揭穿這廢物的騙子 啊 先是利用假要 騙了城市大仁 然後狐假虎威 利用城市大仁的影響力 放出我們集團即將破產的消息 讓我們的伯伯 紛紛拋售 擠兌 導致我們集團的股價直線跳水 不過 他的陰謀詭計顯然沒有達成 我們張氏集團的股價 已經漲了十倍 看來 給你教訓 夠 老太郡 我提醒 你們徐家 要趕緊和這個廢物騙情關系 要是這個廢物 給承受 您吃的藥有什麼後遺症 一個徐家 都要給這個廢物騙砸 自以為是的廢物 竟敢胡亂行醫 我們趕緊跟這個廢物離婚 否則 承受大仁出現任何後遺症 我們都是死罪 我是不會跟江城離婚的 我相信他 若是時候 承受大仁有什麼意外的話 我徐隐兒 願意和江城一起 赴死 賠罪 那你們使勁了 張家 在天兒子就恨十幾年 什麼生意沒認識 那些生意都束縮無策 就是他一個半吊著 老太郡 我若是你 也會和這個廢物一刀兩斷 否則 後果不開設想啊 秦永兒 我再說一句 馬上跟這個廢物離婚 否則 要再踏入我們徐家半部 江城快跟我走 車手出現暈倒了 完了 完了 我們徐家 完了 今日之後 天還是在乎徐家 萬張家 可以順時通表徐家所有成員 怎麼回事 剛才我們坐車後離開 都有個黑影下 過了 不然就吐血暈倒了 看清黑暈找什麼樣子沒 暫時沒有 好強 好快的毒 小城啊 天地萬望 生物是相生相克的 雖然你現在 一數是舉世無雙 這世上的毒 大部分你也能瞬間解開 可是有一個人 跟你是相克的 他如果要是下毒的話 恐怕你也難以解開 啊 這個人是誰啊 師父 就是百肚鼓的鼓主 求萬里的女兒 劉興蘭 寿雁踏進豪股門 從此天海無世界 江城 你好不會吧 抬抬張家股票 給李嘉注資百億 上成熟倒地位置 看來這些 都是你的宿命 你救人我殺人 你治病我下毒 我天生的宿命 就是和你對著幹 江城 小秘寅的師父也告訴過你 如果想要解除這段宿命很簡單 那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 你把我給取 化敵為友 我已經結婚了 我們不可能 這個問題很簡單 要不 出手堵死你 你敢 江城 你別不知好歹 小廢話 解藥拿出來 想要解藥 等你打雲我再說 你呢 快把解藥揪出來 我求什麼給你 我讓你把解藥揪出來 你放了我 我就給你 江城 我得不到你的心 我也要得到你的人 姐 你還猶豫什麼呢 那廢物滿口謊言 跟你在一起三年 吃徐家的 喝徐家的 對徐家沒有一點貢獻不說 還沒給你舉辦婚禮 讓你被嘲諷了三年 現在 還要害死成熟 我們徐家馬上就要被他害死了 你再看我們家沈菲 對徐家有重大貢獻不說 三天後 他還要在天海市 最豪華的萬豪大酒店給我取了婚禮 這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啊 你趕緊跟他離了吧 婚禮吧 蓮兒 這三年來 我確實是讓你受委屈了 不過你放心 三天後 我會為你補班一場實際婚禮 到時候 我讓全天下的女人 都羡慕你 你這廢物 你的藥根本沒有任何作用 看看你都求成什麼樣了 你還要辦什麼世紀婚禮 難不成 用徐家的錢辦嗎 閉上你的嘴 不要妨礙江先生給承受大人治病 就讓你進場試試吧 這是什麼廢物 誰走啊 你走啊 獨國 感謝江先生第二次救命之憾 獨國 方才只是為你吃了解藥 要想出根 還需要我去你家中 為你運功治療 又老先生 那江先生 你就同我們一起回去 蓮兒 我還有事 需要出去一趟 不過你放心 三天後 我一定為你補班一場實際婚禮的 走 臨走的還沒裝病 臭臭 也不撒脫尿 這兒有自己什麼得屎 我又少說兩句吧 猶兒 今天是魯太郡的樹枕 可別因為剛才的事壞了心情 江成為廢物 他根本就配不上 沒事 我找個時間 帶你散散心去 多謝張少豪 我記得心裡我說 瑩兒 既然外人已經走了 奶奶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 趁著今天正好 張少在 你去跟他廢物 歸 奶奶 許瑩兒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今天 你必須跟他離婚 否則 徐家 你就不要回了 奶奶 江成是我丈夫 不是絕對不跟他離婚的 好 好好 我看你是翅膀硬了 既然這樣 你一家 就都不要在徐家丹了 滾 我看你是反了你了 媽 我再回去聽人家 我 我 我給我滾 你不聽我這個奶奶的 我就宣布 現在 徐氏集團的總經理 是徐力 你們一家 開除族谷 你們一家 開除族谷 媽 你 我沒有你們這些不像 滾 滾 蔡君 您何必動怒 張少 讓你們看笑 江成那廢物不是說了嗎 要給徐影兒一場舉世褚目的婚姻 倒不如 倒給那廢物一個機會 張少 你這話什麼意思 是啊 張少 這現在老亥君已然站在你這邊了 江成又被你給趕走了 您何不趁著這個機會給 怎麼 本少需要你教我做菜嗎 張少您說笑了 我也是好奇 好奇 我本來今天是想廢物他 沒想到讓他給跑 不過沒關係 他不是說了嗎 三日後 也要在萬豪大酒店給徐影兒舉辦婚禮 本少倒要看看 到底是真還是真 青蛇受到的吃 下次雙沒還給他 既然張少已經有了主意 就按張少說得來 楊成 就憑你這廢物 還想和我鬥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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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芸 文芸 我张家义有的事情 你找回他果命 就你这样的货色 和我男人叫白 文芸 你找回他果命 我张家义在这里 都被你了解 那我让你三更去死呢 那我二更就抹巴斯 不错 还有点不信 从今天起 你们张礼留赵王五家 皆由我掌管 不服者 死 我 我 不定跟您妈说实的 妈妈说实的 我还真有一件事 需要你去不好看 我说 我说 你不是一直想要得到许颖儿吗 三天之后 江城举办婚礼 到时候你带人去破坏婚礼 许颖儿归你 江城归我 江城归我 不愧是上门处 有一次轻而易举的帮老夫解了剧毒 行了 把屁就不用拍了 你这两次中的毒 均是百毒骨的手笔 想必现在 张王赵琉璃五家财团 均已被百毒骨抛 难道他们是想掌控天还是 不 罪功之义不在旧 他们是想赐一家煎柄十一门的筹罚 那 以少主之义该当如何 张王赵琉璃五家财团 不过是龙蚁一般的存在 我丝毫不拒 我丝毫不拒 要是这十一门运出现的安途 三日之后 我会为尹儿补办一场婚礼 婚礼急中之苦 将一片尽算 那 少主怀疑谁是内鬼 你说说内鬼 是不是 少主 属下状行天地可见 六五月飘行 老夫一片吃成 却少主没见 开个玩笑而已 好必当真的 刚才少主说要操办婚礼 那 老夫 为你操办如何 都公 虽然今日你做的事 我还算满意 但并不代表我的事 你可以擅自做准备 少主 老夫绝无此意 老夫 思想 给少主一个体面的婚礼 行了都公 我知道你没坏心心 但要想承办我的婚礼 我害你 行了都公 我知道你们坏心心 但要想承办我的婚礼 那个 小主 这个是 天海市云顶一号的房山别墅 请你收下 这是老夫的一点心意 你给一儿打婚 那不也带有个落脚之处吗 你就收下吧 罢了 既然是你的一份心意 那我就不退辞了 好 明天 通知下去 三人之后 要在万豪大酒店 立块去办分离 届时 我要是整个大厦的好拳 全都到场为我祝福 少 少门主 您正是打算把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中了吗 这三年 明儿为我受了不少委屈 现在是时候 结束这一切 为她带上属于她的风光 是 谁叫这里去办 当你们知晓 你们口中的废物 是神医门少主的时候 你们又会做好反应 雅儿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让你受半分委屈 站住 让我进去 我要找你们总经理 你算哪个儿充 口气还不行 我们总经理啊 没空 我再说一遍 让我进去 我要找你们总经理 别逼我动手 哟什么着 还仰债我们徐氏集团龙下打人呢 你怎么在这儿 这话应该我问你猜对吧 女儿在哪儿 那你还真来做地方 什么意思啊 书院上 奶奶让徐姓王跟你离婚 没想到这宠妇竟然还护着你 现在 你们一家子 已经被奶奶从祖府上除名了 这徐氏总经理的位置 自然也要让出 你说什么 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呢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得到 这徐氏总经理的位置 废话 你竟然敢打我 来人 我这放个废话 再让我听到你说姚儿一个字 我就拔了你的舍头 江城 你你有什么意味 你给我等着 婚礼上 张帅婷 行啊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的话 马上就和江城那个废物离婚 妈 怎么连你也逼我 江城可是你女婿 我呸 有他这样的女婿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我 你说你这个死丫头 怎么就这么倔呢 啊 江城 把我家都害成什么样了 你还不得他 妈你瞎说什么 江城又没有做错事 你你这个死丫头 你是想牵着我吗 你你这个废物 你还有脸来 你知不知道你把我家害成什么样了 姚儿 听说你总经理的职务被死掉了 江城 你别听他们瞎说 我你这个死丫头 你醒醒吧 你这是做什么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帮着这个废物说哈 姚城 我要你立刻和姚儿离婚 姚儿是我的妻子 别说这徐氏集团总经理 就算是整个徐家 只要姚儿想要 都能为他拿来 别说这徐氏集团总经理 就算是整个徐家 只要姚儿想要 我都能为他拿来 你这个废物 你这是疯了吧 我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这大人不惨 姚儿 选择我已经给过你了 今天 你要么和这个废物离婚 要么我就和你断家 我你关系 你这又何苦呢 我还不都说我有这个家好 姚城 我不要求你大富大贵 只要你能脚踏实地 不管是任何人 让我跟你离婚 我都不会同意 姚儿 我知道这些年 有用我承担了不少 但从今天开始 这些都不会用你再承担了 这是云顶一号豪宅的房产证 只要你愿意 咱们今天就能搬进去 不用再看其他人的脸色 云顶一号的豪宅 这可是天涵市最好的别墅 价值十个亿 我说这房子是你的 不错 这个废物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许盈儿 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妮儿 你相信我 我没有骗你 相信你 你相信你还没有相信一条狗 姚城 我本以为 你至少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看来 还是我把你想得太好 妮儿 我知道 我知道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相信 但只要你跟我去一趟 去一趟之后 你就知道了 跟你别闹笑话吗 盈儿 你放了盈儿吧 好 我跟你走 不过我跟你走吧 就跟我去办理离婚 从此以后分道养了 挂我 好 只要我们去过 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你不行了 虾头 你还真的鬼 他买了许盈子 好好摘呀 你 你拉我做什么呀 让他去吧 盈儿不是说了 要是小江在大话 他就和小江在离婚 万一 人家小江说的实话 实话 实话个屁 他就是只会装逼 吹牛的废物 你怎么说 这人吓死我了 吹牛 这儿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了 是吗 是真的 只可惜 你也打开上了 的钥匙 一小孩 我没有骗你 钥匙就让人送来了 你再等一会好吗 钥 这不是那个被我奶奶赶出去的废吗 怎么 又带我姐来许什么还是什么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怎么不能来 我们是这里的业主啊 当时你这个废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云顶花园住的那可都是天海市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你这个穷鬼废物该不会是想来偷东西 陈飞你够了 军啊 你都被这个废物害成什么样子 你现在还想说话 你现在还想说话 你该不会是有什么数虐倾向的 你个废物 你又打我 我说过 你再敢说一二一句 我抽了你的嘴巴 拔了你的舌头 怎么的 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 你本来就是个害人精 徐然就做吧 我看你跟这个废物 你你你你能有什么好现场 张成你够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说这豪宅是你的 可是你却连钥匙都没有不是吗 一二 还一号豪宅 这云顶别墅的一号豪宅 那可是价值十一的豪宅 你这个废物 竟然敢说是你的 五分钟 最多五分钟 今天如果我打不开这一废豪宅的门 我就和你去离婚 今天如果我打不开这一废豪宅的门 我就和你去离婚 这个废物 还真是说好连眼睛都不戴炸的 老公 别跟他废话了 等你打电话 把保安叫过来把他赶走 我可不要再看你 江城 你非要把事情闹到无法收传才给罢休吗 你们都进来吧 小赵 从今什么分过 就是这个废物 他想去一号豪宅偷东西 给我把他抓起来 把活的叫死一顿 什么 你这废物 偷东西竟然偷到云顶花园来了 我如果是你们最好不要轻求 否则 是要你们后悔都来不及 后悔 你还是一直透透 老子还会后悔 给我杀 住手 你又是傻人 说真的非过了独马吗 臭表 心想敢打我 江先生 久而来迟 请江先生恕罪 你要是再晚来一步 我可就被他们抓走了 你要是再晚来一步 我可就被他们抓走了 这些不长眼的东西 冒犯了江先生 我一会就处置他 我们可是云顶花园的人 你无限处置我们 就是 云顶花园住的可是天海市 顶一顶二的大人 别说你一个成熟下属 就算是成熟来了 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抓人吧 喂 云顶花园吗 三分钟之内 我要看见你 晚一秒钟 后果自负 江先生 云顶花园的老板 一会就到了 你看着办吧 哦对 刚才啊 这两个人说 我是来这一号豪宅偷东西来的 胡说八道 一号豪宅本来就是江先生 江先生用得着来自己家偷东西吗 江城 他没有骗我 他真的是这一号豪宅的主人 你们两个 三分两次对江先生出言不逊 简直着死 我可是天海是陈家的陈飞 你不能动我 别说是你 就是你父亲来 别太把脸伸过来 乖乖 我们可是云顶花园的业主 你们不能在这打我 现在你们不是了 现在你们不是了 刘总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话很难理解吗 云顶花园不带给你们了 你不要这样 我们可是交了钱呢 钱 我可以退给你们 给我滚一边去 九小姐抱歉 是我管教不严 我 您应该给江先生道歉 江先生 江先生是谁 不好意思江先生 不知道你今天要来 今时起司三番 那便给他们点深刻的教训 你 我可是谁家的陈飞 江先生 你不要让我 我可是 杨儿 现在能带你去参观 我们之后的家了 你怎么在这儿 读过呢 江辰 我给你准备的这个婚房 怎么样 放心 我不会那老婆怎么样的 我如果想下毒 此刻她已经毒发神网了 你好 百毒蛊求新兰 你好 徐颖儿 你和江城是什么关系 我们 我们是冤家 我爸他怎么了 你爸他被百毒蛊 靠着心臣 就算你救救我爸 放心吧 爸 我爸 奶奶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 飞儿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你爸 奶奶 是徐颖儿的那个好老公 什么 那个废物他竟敢打你 嗯 他难道想翻天不成 那废物 既然动了我陈正兰的儿子 天海事 也容不得大 徐领 你把事情的完整经过 跟我说说 那边给他们点事 教训 救命 哎 我 我可是谁家的 事情就是这样奶奶 你是说 盈儿 不但梅河的废物离婚 反倒住进了 云定一号豪宅 是啊奶奶 听闻那一号豪宅 混了多年 你想到 让这个废物占了便宜 对了 你说 一号豪宅的钥匙 是成熟大人的闺女 亲手交给他的 是啊奶奶 莫不成 那云尊雀的豪宅 是成熟赠女的飞舞的 如果是这样 那事就不好办了 爸 你飞舞把我们俩打成这样 那你们怎么都不管我们啊 管呢 此事 毕竟牵扯到了成熟大人 还是他手勿躁 啊 嘿嘿嘿 陈家主若是担心 成熟大人会一直为江城 那个飞舞撑腰的话 大可不必有这个故事 张少来了 奶奶 张少 你方才的话 什么意思 我已经打听到 那废物 也不知是运气好 还是怎么 竟然真的把成熟大人的病 给治好了 那云顶一号豪宅 想必应该是成熟大人 送给他的人情 那云顶一号豪宅 可是价值十个亿啊 对于成熟大人那样的人物来说啊 十个亿啊 换一条命 值得 不过 张少有什么好直说 如果这人情总有用完的时候 那成熟大人 不会再管江城 那成熟大人 不会再管江城了 如果是这样 那我儿受的委屈 我可要全部为他讨回来 老太君 那江城 毕竟是您的孙女 我若对他下死手 您没意见吧 自然没有 我已经告诉盈儿很多次了 让他跟那个废物撇清关系 自己纠缠不清 不过陈家主 你要是找那个废物麻烦的时候 还请您不要伤到盈儿 这是资产 谁不知道张少爱慕盈儿一九 谁要是误伤了盈儿 怕是张少第一个不同意吧 各位 我呢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张少淡说无妨 我们 先不要动这个废物 什么 张少你这话什么意思 陈家主误会了 那废物 多次利用城市大人让我们丢脸 这三年 徐家因为这废物 在外界遭受了不少诟病 我们若是这样轻易放过了他 且不是便宜了他 那张少的意思是 那小子不是口出狂言 说要给盈儿一个举世褚目的婚礼吗 我已经通知天海市各大势力 让他们拒绝出席这场婚礼 然后来参加我的求婚典礼 到那时候 我会在他的婚礼现场上 直接向盈儿求你 届时 那废物无理无远 而我高棚满座 熟悠熟烈高下立盘 到那时候 那废物又有何脸面 继续和盈儿完婚 可是张少 这要是让成熟大人知道 会不会 可是张少 这要是让成熟大人知道 会不会 老太君 您多虑了 我方才不是已经讲过 成熟大人的人情已经缓完 他不会再帮那小子撑腰了 即便我们到时候直接把那小子给杀了 成熟大人也不会说什么 张少 妙啊 这样一来 江城和许颖儿的婚礼现场 就只剩他们一家子了 一家人 不不不 老太君 有些事还是需要您出面帮忙 张少放心 我老太婆知道该怎么办了 三天之后 我必让那个废物 没脸再再 天海市呆下去 哎呦 刘总 欢迎欢迎欢迎 来里面请里面请 欢迎欢迎欢迎 来里面请里面请 王总 王总 今天喝喜酒 严儿 你放心 第三年来 我欠你的 会在今天一起淋补给你 我并不在意那些 我只希望你能和我妈 我奶奶他们恒慕相处 好 我答应你 薰儿 你真的要和这个废物举办婚礼啊 薰儿 你真的要和这个废物举办婚礼啊 怎么 你们这伤疤都还没好呢 就又想讨断打呀 陈飞 今天是你我大死的日子 我不想到的不愉快 请你自咒 薰儿 你穿了什么呀 都过时多久了 这款是我妈都不穿 这穷逼定下了万好酒店 怕是花光了所有积蓄吧 你说说你 放着张上的钻石王老五 你独嫁非嫁给谁这穷逼 你图什么呀 哎我要没猜错的话 他哪个钻戒都没给你买到 近几日被锁势缠身 竟然忘了最重要的东西 好在云居说今日的婚院之上 看我看 你还没费 成手那人情都还完了吧 这没来成手的并货 你送的什么东西 住口 他可是你姐夫 我可没这姐夫 还不怕说 薰儿 今儿不是你大喜日子呢 新客了 喂 你是你门口的鬼子 哎 你可别血口喷人啊 一定是大家都知道了 徐颖儿的未婚夫是你这么一个废物 所以大家才都不愿意来参加你们的婚礼 因为 怕沾上了美月呀 爸妈你们来了 爸 既然来了就赶紧进去吧 我跟你爸这次过来是参加徐丽和陈飞的婚礼的 什么 妈 你刚刚说什么 我 喂 妈 三日后 徐丽和徐颖儿都在万华大酒店去办婚礼 到时候你们两个去参加徐丽的婚礼 什么 你们要是还想回徐家 就照我说的去做 爸 妈 你自己的女儿结婚你不参加 你参加别人的婚礼 嗯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上天跟这个废物离婚 你自己不听劝 怪得了谁 大伯 伯母 别跟他们废话 有些人啊 你跟他说再多他也不会听的 你们还赶紧进去吧 奶奶还在宴会厅等你们呢 妈 对不起 哎呦 这有些人啊 连亲爹亲妈都不愿意参加他们的婚礼 你们还有脸站在这里 我要是你们 就直接用脚趾头抠个爹去端进去 虽然不知道你们使了什么手的 但是 打个堵啊 好啊 不什么 十分钟之后 今日到场的所有宾客 都会到我这儿来 哈哈哈哈 简直是可笑至极 今天来参加婚宴的都是天海市的名流 他们每个人最低都有千万的身家 你觉得你这个废物 有什么资格 能让他们去参加你的婚宴 行啊 你这废物老公怕不是得了失心疯了吧 在这儿放上去 什么大话呢 哎 你说这话 要是让在座的宾客们都听见了 会不会笑掉大牙呀 江城 哪怕全新人都不祝福我们 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幸福就够了 鱼儿 你相信我 好 既然你存心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了 不过 不如我来定 谁要输了 谁去跪着 少子万豪大酒店 爬三酒 一门为定 你个废物 就叫喊吧 等会你跪地求饶的时候 我就拿手机 拍出来 放到网上去 让整个青海市的人都看看 你徐颖儿 背叛父母非要嫁的是个什么祸子 让整个当下的人都看看 你江城 到底是个什么穷逼 是吗 我也很想知道 这十分钟后 到底是谁 会在这儿摇曳起源 是吗 我也很想知道 这十分钟后 到底是谁 会在这儿摇曳起源呢 十分钟后 你将会是整个天海市 最大的笑 老高 别等费了 那你马上要开始了 没事的 走 江先生 徐小姐 你们确定 你们就这样开始吗 开始吗 江城 人求万人之力 只求你能脚踏实地 哪怕日后与你举步为奸 我也不离不弃 老二 我们开始吧 熏儿女士 你是否愿意嫁给面前这个男人 爱他 忠诚于他 无论他贫困 残疾 直至死亡 我愿 他不愿意 江城 知道我为何给你这么多时间吗 因为今日 我要在你的大婚之日上 让你成为整个天海市的笑饼 我要让你知道 你和我们这些天海市顶级全会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我要让你知道 你和我们这些天海市顶级全会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张思聪 你到底要做什么 别玩 你千万别被这废物给骗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家伙今日能够来这万豪大酒店几万分的 你将家底全部花光了吧 连个钻戒都没有为你买 这样的废物 你跟着他能幸福吗 友儿 我今日来就是给你个机会 跟这个废物离婚 嫁入我张家 只要你点头 从此以后 荣华富贵 你将享受武器 张思聪 你放开我 放肆 我与尹儿的婚礼电台 岂是你这种花蜜 想上就都上的 你这废物 全敢说我是垃圾 真是找死 都进来吧 难怪这张绍一天天的废血往事 这天海市第一美女 果然你不虚传 说实话 如果不是张老大先弄手 我都想尝尝这天海市第一大美人的滋味 张思聪 所以这些跳梁小丑就是你的底牌了 好一个跳梁小丑 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些都是什么人吗 他们都是天海市四大家族日后的继承人 若他们是跳梁小丑 那你江长又算是什么东西 天海市四大家族 没有千年的底脸 也敢叫家族 简直可笑 真是靠出狂言 说天海市四大家族还不够 那加上我呢 附老哥 没想到你也来了 这又是哪根葱啊 江朝 你面前的正位 是紫罗兰亚太地区总部招人 紫罗兰 自己排名前身的超级大财团吗 张老弟 何必跟这种社会最底层的渣渣 过多废话 听闻张老弟要来求婚 我特意去珠宝店 将他们店最贵的几款钻戒 全部到包 只要弟妹点点头 这些钻戒 弟妹每天就可以换贷 附老哥 您破费了 区区千金不值一提 不过不像某些废物 这恐怕是他奋斗一生 也难以齐及的财富 不过不像某些废物 这恐怕是他奋斗一生 也难以齐及的财富 哼 图总真是大方 听闻张少接着要求婚 我专门请了天海是最好的设计师 定制了几款婚纱 虽然价值不用那些钻戒 但每一件都是纯手工定制 绝对不是那废物妥选的过时婚纱 所能比拟 我这个人比较俗 不都说黄金保值吗 那这里有十公斤 价值嘛 也就数百万 李少 你这就有一些小家子气了 张少 这是我王家为你准备的 价值八千万的合同 落款处还空着 你想让谁签就让谁签 签了这个合同 保底能赚三千万 好 多谢各位了 江城 看到了吧 这便是我张思聪的底蕴 是你这废物 穷极一声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永儿 你现在应该知道 在我和这废物之中 你该如何选择了吧 张思聪 看来之前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谁追你今日 还敢在我面前这般疯的 有时候我真想知道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啊 都这个时候了 还敢在我面前叫嚣 都这个时候了 还敢在我面前叫嚣 这些人 就是天海是未来的天 而我张思聪 更是叫天海是未来的天之交子 他们都是为我而来 而你将成 又算是什么东西啊 纵使你之前有恩于成熟大人 该还的人情成熟大人早已经还我了 你该不会指望成熟大人为你出头一辈子吧 哎呀 张少 怎么了 啊 夏宇 哎 这些呢 都是我为影儿准备的彩礼 只要你点点头 你就可以立马带回去 这些东西 价值仅仅 哎呀 张少 你也太客气了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啊 哎呀 妈 你干什么 你这个死丫头 你还愣着干嘛 张少 这么大的诚意了 还不赶快去张少那边 啊 放开 自己女儿婚礼不来参加就死我了 还要把影儿 嫁给她不喜欢的人 你才不 太做影儿母亲吧 江长 爱不能当饭吃 影儿若是跟张少在一起 绝对会比与你在一起 幸福百倍千倍 你 江长 你这个废物也不撒泡尿 好好照照你自己 真以为成首大人送给你云顶一号的豪宅 你就可以目中无人 为非作胆了吗 啊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 他也许连云顶一号的物业费都交不起了 啊 影儿你放心 江长之前利用成首大人来羞辱 我不会与蝼蚁一般见识 今日 你若是同意嫁妥 哈 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这天海市 仍有他一条生路 否则的话 得罪了天海市四大家族 你俩 将寸步难行 哎对了 嗯 方才你好像和我打个赌 现在按照约定 你是不是应该的跪着 从这里给爬出去啊 啊 相成 你没本事吧 该不会 陈约定都不想兑现吧 这时间 还没到啊 你这个废物 就只剩下了一字 难不成你还能有翻盘的机会吗 你现在 还是赶紧给我跪下吧 成首大人到 是谁说 要让杨诚先生下跪的 杨先生 读过来迟 还请恕罪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不叫鹤里速速乘上 正待何时 杨先生 知道你事物缠身 还没来得及给薛小姐准备婚件 我擅着做主 准备了一些婚件 希望你不要嫌弃 哇 哎 竟比张少给他钻件 还有大厦 江先生 这是王某找大厦最顶尖的设计师 给你制定的几套分纱 希望江先生和薛小姐能够喜欢 江先生 这是我们李家送上的十一订单 祝你薛小姐 早生贵子 百年好合 江先生 之前 多有得罪 这 是张家的一点心意 怎么可能啊 爸 你们怎么会来参加这个废物的婚礼啊 你还不是让我们来砸场次的吗 你们都不想活了吗 你们都不想活了吗 放肆 无辜成手 那江城与你有门 你来参加他的婚礼也就算了 利用自己的职权 逼迫天海市几大家主前来 又送上如此重礼 这 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陆总 我知道你与张家私交甚好 今日想为他出头 但今天 只凭你 恐怕无法代表紫罗兰财团 你什么意思 紫罗兰财团总裁 史丽文先生到 什么 大夏 阵营 战神 沙国国王 京城周家家主 那沙国国王不恐怖吗 那可是全球最有钱国家的王啊 还有周家 那可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家族啊 飞儿 你现在在私底下 已经积累了 如此恐怖的人吗 这些平时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大人物 不主动来为你祝贺 神医门刚好 明确到 居然连神医门都来了 相传着神医门主宰了天下苍生的命脉 乃是世上最强势力 再加上紫罗兰和沙国 小小的天海式婚宴 竟是汇聚了全球最顶尖的势力 老公 你好棒啊 没想到你竟然藏得这么深 有这等云外势力 在这天海式 就算是那毒孤 现在我们也得点到哈腰啊 陈飞 你该不会认为 这些人是为你而来的吧 不然呢 他们不是个事为了参加你的婚礼啊 不错 哈哈哈哈 你这个废物 还真他妈的敢往自己脸上给添金啊 啊 就你这副穷钻呀 你给这些大人物提鞋都不配 老公 别跟他们废话了 咱们赶紧去门口园定了 还是别耽误了那些大人 也说的对 哎 叶这人 陈飞 我是陈飞啊 陈飞 不认识 嗯 你子番前来 不就是专程来参加我和徐丽的婚礼的吗 是 我是来参加婚礼的 但是 我是来参加江先生的婚礼 什么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我 也陪我亲自 啊 陈飞 如果没记错的话 时间也到了 既然你已经跪下来 那就别起来了 接着爬吧 江城这混蛋 江城这混蛋 史蒂文先生 你今天前来 也是来参加江城的婚礼的吗 废 不然 这小小的天海市 还有谁 能值得我 千里啪啪赶过来 别说是在天海市 就算放眼整个大厦 也就只有江先生一人有资格 能让我们放下手中之势 前来道亨 你们大厦有一句俗话 叫做 禁死楼台先得月 我之前许诺给您的那套 位于北欧最豪华的庄园 您拒绝 可是 你们的尸首送您一套小房子 您却接受了 您这样让我很为难 啊 价值十几亿的房子 居然在这些人口中 这是小破房子 这江城 到底是什么人呢 怎么可能啊 怎么会这样 各位 人来了就行 礼物不重要 这怎么能行 江先生的婚礼 我等若是空手而来 传出去 岂不是让人笑 江先生 我周某人 真知寻常宝物 入不了您的法眼 这是我周家 家主玉佩 见此玉佩 如见家主 只此玉佩 您就可以调动我周家 一切资源 周家主今天可是大出血了呀 既然这样 我夜猛也不能空手而来 吃奶宣言见 写此见者 他随时调用我回家百万真逊 江先生 你们大家的人送的礼物 未免被太过浮夸了 我这里 我这里 有一份千亿的订单 希望您不要嫌弃 江先生 还有我 什么垃圾 要放在这里 江先生 一张至尊黑卡 地边有六千六百六十六亿 并且可以无限透支 我杀过了财富 今后由江先生随意支配 一海 这些女物 还喜欢吗 江先生 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些大人物 都是因你而来 我说过 我要给你补办一场 举世传统 既然 这场地小了点 潜入了点 百祖谷大小姐 秋月兰到 百祖谷仇星兰 前来送 五不俱全 朱江先生 徐小姐 新婚快乐 百年好和 百祖谷是在砸场子的吗 先来 来人啊 把百祖谷的人给我赶出去 江先生 这就是你们的代课知道吗 非家吧 诸位 今日 属于影儿大婚的日期 不管是谁 若是不嫌弃 都可以来喝杯喜酒 徐老太 全国的权贵已经在隔壁厅到了 咱们一块过去吧 你们还愣着干啥 还不赶紧跟我去盈儿和江城那边 可是妈 徐丽是我女儿啊 你们要是想让我把你们赶出徐家 就继续在这坐着 是 是 是 陈飞 现在 你可以履行赌约了 不可能 张上 张上 你赶紧想个办法 因为要不然今天 今天这废物就成主角了啊 张上 江城的废物 我会认识这么多首演同学的霸人物 这些 肯定都是他请来的演员 你们都被骗了 没错 张上说的对 这个废物 这是徐家的最虚霸了 他怎么可能会认识这么多 低着他顶尖的大人物 这些人 一定都是他请来的演员 你们千万都不要为他给骗了呀 不过 天喊是 这些人 是你的地方 江先生的婚宴上出现了这种闹剧 你应该知道我吧 我这样明白 张大夫 看样子 今天晚上你们张家 要毁在你这个废物儿子手上了 爸 你为什么打我 这齿祸 这一战神 杀过国王 罗兰 财产总臣 走家家主 大下不 放下全球 有人敢冒冲啊 怎么会这样 看来 你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 那么现在你觉得 你口中的这些权贵 以我而言 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与你 谁 又能真正 给一个人性格 不 这不可能 陈飞 怎么 你觉得 你这废物张少 还能保得了你 还不跪吗 就说 看在我们两个是亲戚的份上 得饶人出 且饶人 好不好 跪地绕场 好 不是你这个亲戚提出来的呢 若不按江先生所说 我周家 我早晚才早晚 我杀过 都将为陈家进行经济制裁 日后陈家在大厦商界 将你贯献生机 喂 何必这般麻烦 他若不从 不让我的百万真言勋 怕 你这天海陈家便是 你这个妮子 还不快给江先生跪下 那他要看着我陈家扑鼻吗 啊 跪下 陈家主 你 带着你废物儿子 去外面回去 今日我大婚 不想看太严的东西 你试试 江先生说的是 我这就领着这个废物出去 走走 快走 江先生 那我也带我家这个不生气的 出去了 省得张了你的眼睛 好 单凭张思松 教授徐丽和陈飞给影儿下药这一天 张家少下 十次都不够 今天还想 活着离开 江先生 你这所为我庄家认了 还请江先生 重新发落 三日日内 张家自断生 品行优良者尚可存活 一个不了 从此天海誓 再不张家 诸位 今日 术予影儿大婚之日 在这儿呢 我也要宣布一件事 我会为影儿单独成立一间公司 以此来对接史迪芬先生 和紫罗兰财团的那笔千亿订单 这千亿试着的公司 整个天海誓还从未出现过 江城为何不罢 订单直接给徐家 小江 小江 盈儿 是我们徐氏集团的总经理 还开什么新公司 那千亿订单 就直接给我们徐氏集团就好了吗 徐家 也嘿 小江 小江 奶奶怎么听不懂你说的意思 我若是没记错的话 尹儿一家 已经被你赶出徐家了吧 我虽是尹儿的丈夫 但并不是徐家的人 你徐老太太 把事情做得正确 我又何必把这好处给你徐家呢 哎哟 小江啊 你看你这话说的 那之前是奶奶开玩笑的 尹儿是我的亲孙女 再怎么逼我也不会把她赶出徐家 这笔千亿订单 还是给我们徐氏集团吧 这事我说了不算 得尹儿点头再写 尹儿 你知道奶奶最疼的 快好好给小江说说 把她把她签议订单 交给我们徐氏集团 有了这签议订单 我们徐家一定会扶摇直上 一定会成为 天海市历史长河中的一灯家坏啊 您之前一直让我跟江城离婚 并且还说 我若执意跟江城在一起 就永远不要回徐家这些 难道您都忘了吗 傻丫头 那是奶奶说的气话 再说 你回小江 那么有来头 那我早点告诉你 我早点说 我被对她迷不太迷 有了好处喊小江 没有好处喊 奶奶 你可真是给我上了一课 你就死的挑戏了 这笔签议订单 我是绝对不会让江城给徐家的 奶奶奶奶奶你做什么 永儿奶奶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让小江 把那签议订单给我们徐家 你爷爷在天之灵 让人知道 你别说了 你 家长啊 你呀 就是二根子太喘 行了小老太 我知道你这是苦乐器 但没办法 谁让我这么在意呢 这笔签议订单 我可以给徐家 真的 但是 我有条件 小江 你说 你尽管去 别说一个 十个 我都答应 把你手中徐氏集团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给永儿 什么 怎么 你不愿意 一旦拿下这笔签议订单 徐氏集团的实质 至少不上分千倍 就算你赢了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也汶川不赔 哎呀 怎么会呢 奶奶愿意 这股份啊 我本来就打算 给盈儿 作为你结婚的礼物啊 不过 奶奶想问一句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小江我想问你一句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我是 小江 你别卖关子了 你究竟是什么人物啊 我曾经 我曾经 是神医门的成员 什么 叫声居然来自于神医门 难怪啊 这句说的中 神医门的灵鹊长老猴子前来了 上门主他为何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神医门 你之前说你只会一点医术 你这哪叫只会一点医术啊 对不起阿颜儿 对不起阿颜儿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 不过神医门少门主也是神医门的医院 我这也不算骗你了 真没想到我齐采风的女婿 原来是神医门的人啊 你们这老虚家 这是出了龙了 我先是颜儿的丈夫 但未必是你的女婿吧 我虽是颜儿的丈夫 但未必是你的女婿吧 少江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我还有点 自己女儿结婚 好去参加别人婚礼的事 为了一点迎头小力 强迫自己女儿嫁给她不喜欢的孩子 屈才疯 你配当我的岳母 我配当颜儿的母亲吧 你 我当初是答应了颜儿 要与你和徐老太合影 可没想到你们一个个做的事情 实在是令人发誓 啊 江城 你别以为自己有点身份 就可以仗势气人 我告诉你 宁儿就是我的女儿 你也是我的女婿 谁也改变不了 我 什么火 啊 徐天城 你疯了 带我做什么 够了 还想在这儿更人不够吗 给我逃 滚开 小小小 小小 对不起 没事一孩 我刚才 之所以说你们办法 也是想要他们好好反思反思 干嘛 少凡子 今儿在婚礼之上 您为何 老温主的大仇还没报 只有一天不报此处 我每一天都能够回 帮你打听清楚了 的确是江城 她的婚宴来了很多人 据说云雀也来了 听说你们百度谷的大小姐 球星兰也去了 是啊 听说她还带了一些我们百度谷的特产 有毒蛇 蜘蛛 蜈蜈 还有鞋子 真是大小姐脾气 是啊 听说球星兰 厂子没砸成 自己还闹了一肚子闷气 当年我们用那老东西的死 想要摧毁江城的道心 现在她如此高调行事 看来是打算回谁一门了 那您打算怎么办 江城的再次出现 关乎到我们对神医门的掌扣 百度谷也不想 这三年的辛苦毁于一旦吧 可是那小子几乎没有敌手 我还没找到解决他的办法呢 他是没有敌手 但是他有一颗致命的软肋 我们可以在关键的时候 给他致命一击啊 您说的是 三年前那老东西的死 差点毁了他的道心 而现在许影儿就是他的软肋 哇 哈哈哈哈 你干什么去啊 过去抓那许影儿 蠢货 怎么 我们应该有不少人可以利用 何必自己去呢 您说的是 你们百毒谷的大小姐 球星兰呢 爸对不起爸 都怪我 都怪我 是我害了张家爸 事情并非好短期 那江城 给我们三天时间七点资产 我们恰恰你了三天时间 逃到国外 我进来要存了一笔钱 到时候 我们依然 风产再起 蠢货 堂堂天海是张家 就这样跑路了吗 你怎么进来了 我怎么进来了 但是是从大门进来的咯 你们张家的保安 早已坐鸟寿散 哎呀可惜了 堂堂天海是守家张家 就这样完了 这恶徒的女人 我给你拼了 我吃了什么 你想干什么你 我想干什么 我还想问了你想干什么 我让你们带人去破坏江城的婚礼 你们倒好 还跑去除他们百年好合 上次 你让独孤奥带我们去破坏婚礼 没想到他助长派遍 我们也没挟持 算了 我也没想到江城居然会暗中解了独孤奥的鸡 那全是这 我刚才给你吃的毒药 毒性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发作 二十四小时之内 你把熊眼儿绑过来 就给你剪掉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承认 妖儿 真希望能一直像现在这样 就这么抱着你 我又无虑他 江城 你曾经是沈一门的人 因为是这么多大人物 我 难道 你还有什么忧虑吗 只有将沈一门的半途解决 将当年的事情彻底搞清楚 我才能真正放下一切 和你在一起啊 江城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你虽然不说 但是我知道 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我之前都说过 哪怕你一无所有 只要你肯脚踏实地 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妖儿 喂 妈 喂 李妖儿 你和小江在干嘛呢 没干嘛 妈回来之后 已经反思过了 之前的确是妈的问题 这样 一会儿妈去买点菜 你晚上带着小江 一起过来家里吃饭呗 哦 好 那次 没人打着我才发 嗯 嗯 喂 少主 神医门的叛徒找到了 神医门内的叛徒找到了吗 神医门的叛徒 神医门有危险 神医门天亮 神医门两隶 神医门两隶 神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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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别开 你别闻 神医门 神医门 事我真的乐 别吓唬你 我不吓唬你 妈 别让我 这个不会放过你了 我放过你了 真他妈可笑 你竟然就是个黄命之毒 八万都得死 我快 你这钱我得先爽一下 喂 大小姐 你有何吩咐 这个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蠢货 香肠已经到酒店楼下了 你要想死 你就继续瞎搞吧 什么 灵力外放 上门主的舞蹈造诣 竟以恐怖如斯 看来他们 一直都在暗中关注着我们了 这种手段 我三年前如书一车 如果三年前 百多苦真的插入其中 那百多苦 一本消失了 上门主 那我们现在 等吧 他们大费周章地将影儿绑走 无非就是显了影儿牵制住 我倒想看看 他们能把我说什么花样来 蠢货 我让你把人绑到这里来 你看什么去了 你就不怕二十四小时 独发尚亡吗 我再也不敢了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任何废话 你立刻给江峰打发来这儿 静平这些人 怕是拿不住江峰吧 无妨 就让他探探江峰的虚实吧 我 还有后手 后手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况且 这大小姐 要是给了我们惊喜 这后手 也就用不到了 还是您高明啊 左身光虎斗 张子松啊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 映儿要少一根头发 灭你休息 你这废物 还想吓唬我 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投靠百度 已经成为百度高唱 你现在在我的眼里 狗屁都不是 来 给你听一下你老婆的声音 张峰叫他不要过来 这里有陷阱 废话 我陷阱三分钟之内 出现在我张家废弃工程 否则的话 我让你见不到你老婆 一会儿我自己进去 你在那儿守着 你告诉我 这张思聪让你自己一个人去 这里面插手杂 莫说是这大厦 就算是全世界 能伤到我的 你屈指可受 通知下去 神医门迅速在张家废弃工厂 门口进攻 敢打少主的主意 你们这群活的阴沟里的老鼠 去 你想到啊 你这废物还挺有胆的 真的敢的 大厦境内 我何处不敢踏实 飞 水还挺一样 废话真准啊 你儿在哪儿 江城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是你最好被我站在那儿撇动 否则的话 我不敢保证 待会儿你看到的虚应儿 还有面圈 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想做 你一下给我磕三个头 我告诉你我神医门 雪梦 实话告诉你 想要对付你这个废物 仅仅是我张家 你背后的神医门 也早就想让你去死了 没有了神医门的背后 也在乎张思聪的眼里 就是一只可以随手捏死的超主 你从何而知 神医门想让我死了 那就实话告诉我 认识这个东西吗 神医门医王陵 百毒苦毒王陵 算你这个废物 还有点见识 我现在手握医王陵 和毒王陵 神医门和百毒苦 两大势力都给我调解 你拿什么给我倒 废话少说 把眼儿交出来 我倒是可以考虑 留你个前世 你这个废物 你威胁我 你算什么东西 我是在找死 幼城 我知道你很难 但是我今天 就是要踏着你的尸体 让张家 成为这天海市的首席座位 今天就算我死在这儿 你也不可误活的 你什么意思 你不过是神医门的棋子 或者说是 棋子 以为拥有着医王陵 就能得到神医门的支持 可笑 认识这个吗 又拿出来这个地摊货臭险来 你有意思 给你医王令的 不过是神医门的一个叛徒 虚虚叛徒 你觉得 能赢得了我神医门上门主吗 就算你是神医门上门主 也能怎样 只要你今天死在这儿 你就是个死人 谁又能知道是我做的 那就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废物 这个 是百毒古新研制出来的百毒蛋 吃了它 修为就能瞬间提升一万倍 进去 就让你死在这儿 那就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本小刀 去找我灵魂 真精彩啊 张成 没想到你的修为早已通听 我向你们立马放我老婆 不然 怕凭你们百毒古 想让我放了你的老婆 只要你肯与我合作 我就放了你的老婆 合作什么 百毒古和神医门联手 控制整个大厦 我神医门早就不问世事专心休息 但若你们百毒古出手 控制天下 我神医门不会坐视不宽 张成 你别不识好歹 告诉你们 只要他可以与我合作 我就留你一条心 活梦 张成是神医门的人 他是不会跟你们通流合污的 张成 你快走 这里又埋伏 张成 你的影儿说的不错 这里早就被我百毒古的高手给包围了 而且 你的老婆也中了我特制的毒药 只有你跟我考虑合作 我才考虑放了他 留他一条幸福 皮肤换术 自不了令 我早就知道这是陷阱了 知道为什么我还肯置身前方吗 因为你们这些人 在我眼中 就是陷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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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解药浇出来 既然你不教 那可是他自己找了 你怎么遇见神啊 快把老门主的信物交出来 我可以饶你和你媳妇一命 你做 你做 这毒真是怪异 激动游走在婴儿体内 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 属性随时会进入婴儿心脉 必须立刻解毒才是 快把解药救出来 快把解药救出来 那我 只好你身是毒啊 江丑 江丑不要了 这是我特制的毒药 是没有解药的 江丑 既然我得不到你 那我就杀了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江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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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 你醒醒 你说过你要一直陪我的 我还没死呢 别哭了 吓死我 我还以为你真死了 上门主 七彩奉扶我来了 他们来看 你来说什么 我们就是想 过来看看银儿 当初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银儿若是不嫁给张思聪 你便没有银儿这个女孩 小剑 多怪我 是我贪图名利 是我 一直所有银儿 跟张思聪在一起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害银儿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害银儿 我知道 你可能觉得 我没有资格 从银儿的母亲 我不求你没原来 可是小江 阿姨这次 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想 我过来 好好照顾 照顾银儿 而且银儿现在 身体也非常虚弱 好了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小江 谢谢 谢谢 林俊 沈亿门那边的名单 查清楚了吗 是 他们的手段已经用完了 接下来 就会靠我们的 通知下去 三十个 我重回沈亿门 还真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啊 这张家父子意思 球星男还不知所踪 那张家的产业 自然就会我要独求的 你们两个 以后 都是我要独求的 之前怎么伺候 你们张公子的 以后 就怎么伺候 我要独求的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那以后 我们就跟着九哥了 我给老子滚开 派人去医院看看 江城死了没有 如果没死 那就再补几刀 你放心 我亲自去 江城这一次 死定了 三年前 没能玩死 这姓江的 这一次 一定要让他死透 难道 一卦 一卦 大豬 二卦 一卦 你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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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不是有没有人 医生不是有没有人啊 医生求求您救救他 求求您救救他 人间去了不行了是吧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小诚 小诚 严重 严重 你是身里面的人 你一定有办法弄救江城的对不对 你救救江城 求求你救救他 徐小诚 接下来顺便吧 徐小诚 接下来顺便吧 病人体内毒素 已侵害全身 就是随便全是也救不了 我建议 还是绝对火化吧 不行 可是 病人体内的毒素 已经霍散全身了是 再不火化 到时候将全身被腐烂 难不成你们的医术 在我身影为之上 江城死了吗 中了七彩琉璃毒 除非 除非 那江城是金罗大仙 转世 否则 必死无疑 哈哈哈哈 神医门 马上就是我的了 那 提前祝贺门主了 放心 等我当上了门主 再肩并摆毒蛊 你啊 就是谷主 那多谢门主 想不到仇心兰的毒竟然能够我破镜 从此我跳出三界外 不在乎行装 顾死不灭 即使预成爆炸 奈何不了我 上门主 朱莉长老已经上钩 现在正拿着脚的门主戒指 前往神医门 按照您的意思 大家并没有反对上位 现在的他正准备和百毒蛊的人 一起去天海市举办神医大会 光线自己成为神医门主 上门主 这一定是百毒蛊和鬼灭人的阴谋 此次前去 怕是九死一生啊 九死一生 凭百毒蛊和神医门那些叛徒 还做不到让我九死一生 上门主的意思是 百毒蛊最大的仪仗 无非是那七彩流离毒 而我于一年前 就已经正能够见了 恭喜上门主 这样一来 百毒蛊就不足为据了 自然 此番我与身入局 就是为了让布局之人彻底放弃界限 只要等他们完全松懈下来 才好想他们一方大进 云县 我还有事想交代你做 暑假听令 我扎死后 你派人暗中跟着要毒酒和鬼灭人 保护好英尔一家 暑假明白 那边阻让他们 在狗活最后几个小时吧 上门主 刚才我在医院看到了要毒酒 独独坐视向来谨慎 专程来医院 确认我是否死亡 倒有症状 你去 我若是没记错的话 你要毒酒 是个色胆包天之徒吧 上门主的意思是 你去徐家 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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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江他 你已经走了 不 不会的 江城他说过 他不会抛下我一个人的 我倒是觉得 你应该听你爸妈的 把那江城 给忘掉 是你 之前张思聪绑你的时候 我心痒痒 若不是要让你来牵制那江城 我早对你下手了 现在江城已经死了 大美人 你就藏了吧 哈哈哈哈 小姐 他是谁 他 就是杀害江城的凶手 也是张思聪手下的人 你 就是你 杀了小江 你 你 你 换我 你去 你来 你挡车 妈 妈 妈 中的是我摆脱骨 命之歧毒 若无我救治 不到片刻 他必将肝肠寸断而亡 哈哈哈哈 你倒是想怎么样 你倒是想怎么样 嗯 我想怎么样 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 要你做我的女人 你 你 我撒泡你 瞅瞅你 自己什么东西 你 你要 拼了挺大的 哈哈哈哈 宝贝啊 难道你要眼睁睁的看着你妈妈去死吗 你无耻 哈哈哈哈 江城已死 我无耻 你又能耐我何呀 啊 距离毒发还有一分钟 你怎么考虑的呀 啊 江城 啊 现在又来害我爸妈 我跟你拼了 你了 我 你了 小妖精 你越挣扎 我越兴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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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 畜生 我杀你 啊 又来 妈 宝贝啊 你这买卖绝对快乐 买一送一啊 你要是乖乖的配合我 我就给你爸爸妈妈去赌 如何 怎么 啊 如果你不好好听话的话 那江城的丧与上就会再添两口棺材 你怎么 那我就不客气 自己动手了 哈哈哈哈 住手 王八蛋 谁敢坏了我的好事啊 要多久 敢动我的女人 说说看 你准备怎么死了 江 江城 这不可能 你中了七彩流离毒 就算是大罗金仙转世 也绝无生还可能 你 哼 不得不说 你的七彩流离毒 当年确实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不过两年前 我在国立大学捐款百亿成立实院室 并在全球招募了三千位顶尖的科学家进行研究 很快 你七彩流离毒 你这七彩流离毒就被我破解了 绝不可能 要是真是这样 取引而中毒 你为何要以身犯血 哼 就要他们毒发生亡 要多久 知晓为何我神医门被誉为天下第一势力 而你百毒 且和老鼠一般藏匿于暗无天日的深渊之中 你想说什么 因为你百毒骨 都是些不入流的东西 小枪 你没死 妈 妈 我会是在做梦吗 妈 没事了 我既然来了 你觉得你还有住手机会吗 强诚 沈亿男和百毒骨 绝对不会放过你 不 你说错了 不是他们不放过 而是我 就放过他们 啊 是你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还没做梦 不信我咬你一下 啊 疼不疼啊 疼死我了 我以为你被跟家事来咬我 对不起阿姨儿 你二的身子已经恢复如初 那我和老徐就先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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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云顶一号还挺大的 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帮我一起住吧 是什么 你二叔了 他不喜欢那么轻 啊 小家 谢谢你 原本 比你之前对尹儿的做法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搬家 更没办法 你们毕竟是尹儿的父母 我也想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只希望之后 你们不要再像从前那样了 小家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做一个好的父母的 很成 我刚刚在房间里已经听见了 你同意我爸妈搬进来住了 对啊 你不是说过 要让我和你爸妈 还有你奶奶和我们相处吗 江超 谢谢你 傻妞 你是我的女人 我不对你好 对谁好啊 不过 我可能还需要离开几天 去哪儿 是因为那边 还有点事需要去注意一下 具体的事情 等我回来之后再告诉你好吗 好 谢谢你 老爸 有点 一臣 乖 乖 都很惯 一臣 是 白 米 有要多久的消息了吗 灰病大 灰病门主还没有要多久的消息 这个废人 关键时刻要练 该不会是发生什么变故 囚门主未免太多虑了吧 相成一死 任凭云雀那些渔业 掀不起什么风浪 更何况杀了要多久 要进宫藏 饿死狗 该不会是你灼离大长老 杀了要多久 狗谷主未免想太多了吧 我们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 要多久 可是我的左膀右臂 也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打什么主意 在江城也死 你最大的敌人 大概就是我求完你了 你肯定是想当上门主之后 兼兵我百度 事又怎样 事又怎样 现在是我神医门的地盘 若是再不收敛 让你好人出去 我们长老好大的威风呀 这是要求尽我百度谷谷主吗 求大小姐也来了 看来这次百度谷清朝而出 是想吞迷我神医门了 不敢不敢 今日的主角还是竹梨大长老您 不过若是以后 百度谷和神医门可以联手 那今日我百度谷 必将是您最大的助力 好说好说 刚刚也是你父亲咄咄逼人 我也是被逼无奈 既然第二独酒这个废物迟到 那咱们就不等他了 直接开始吧 好 直接开始吧 好 那就招呼兵客入场 大厦北域战人道 大厦南域战人道 大厦千里格格主道 与省守府府主道 武功商会会党道 父将 江臣已死 神医门无主 今日 有两件大事 一是为江臣举办葬礼 二是给神医门举建新的门主 江少主的葬礼 百毒谷在场不合适吧 百毒谷与神医门积怨已久 我们江少主便是被这个女人所害 天机格格主说是我害死了江少门主 你有什么证据吗 哼 笑话 我天机格掌握天下机密 岂能拿不出证据 既然我得不到 那我就杀了你 原来是你这个恶毒女人 杀了我们江少门 我要杀了你 为我们江少门主 报仇 对 杀了她 报仇 杀了她 江城 你是真的死了吗 大家安静一下 来者时刻 怎能刀剑相向 神医门 不可一日无主 大家 都举荐我来当这个门主 我也是被赶鸭子上下 希望 诸位能够支持我 若是你们 有意见的话 不妨 大胆说出来 那好 今天 我便心证 旧证一起算 苏力 神医门关系的大下命脉 更决定的天下苍生 今天 你若是正常上位 我等 毫无意义 可今天 我想代表在场的所有人 问上一句 老门主 究竟是怎么死的 既然天机阁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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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你叫的 除非 我想你们 怕是搞错了一件事情 今天 我并非在这里 祈求你们战队 你们若是不从 便和他的下场一样 卓兄 今是你成为门主的大喜日子 何必为了这些小事 让坏了自己的大好心情 也是 诸位 我竹梨 今日便成为神医门的门主 而当可有意见 我有一点 人穴 你这个江城的狗腿子 我四处找不到你 没想到自己收上门来了 独立 你与百毒蛊等人读解 三年前毒杀老门主 三年后竟想谋草篡位 你等人 如何做我谁一门门主 你这话 说的也太可笑了吧 这本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 你看看有谁 能夹到你的身后 奸人当道五倍 却不自知 竟还注射为虐 你等大厦名流 简直可笑 云长老 我等 这也是在自保 是啊云长老 我等记得少美主对我们的好 但 少美主毕竟大势已去 哈哈 云确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现实 我知道 你是老门主的新生女 但那又如何 在神医门内 你就是一个荣誉 就连那些老东西 都站到我这边 就凭你 还能掀起什么风浪 我城王之路 势不可挡 你与那江臣一样 注定被我踩在脚下 只不过是一块石头罢了 死到临头还一副 圣券在握的表情 简直愚蠢 我倒想看看 你的底气 来源于哪里 来人 把云确给我拿下 我给过你们机会了 光阳白主 刚才你问云确的底气是什么 江城 现在你该知道 他的底气 就是我 这不可能 要路就亲眼看见你死的 你说 要赌酒 你竟敢杀我百度虎的人 小谷主 这些年你一直和老鼠 能藏匿于黑院之中 你可知道这些年 少你找得多辛苦吗 所以 故意假死来骗我 让我们放松紧接 不错 小谷 明儿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吗 我 就是这沈一门的少门主 也是这世界上唯一能够继承沈一门的人 三年前 老门主 被这两个人毒害 当时我还没有能力救治他 因此我负习之下离开了沈一门 但是 在老太太寿宴的时候 云确找到我 说沈一门内出现了半途 那我 也已经完成了与老门主的约定 因此 才会再次回归沈一门 什么 江城 你就算没死又如何 若想当让沈一门门主 必须有着沈一门的信物 此乃神王界 而现在 藉着在我手中 我就是沈一门的门主 这才是真的沈一门门 你那是假的 小门主 你让我仿制的神王界 已经做好了 这没真的神王界 就先放你身上 我会好好保管的 没有老门主信我 你这沈一门门主 名不正 也不顺 还不给我从这高台之上滚下来 哈哈哈哈 你说我的戒指是假的 我还说你的是假的呢 除非 你能证明我这个戒指是假的 否则 今日 便是你的死期 那你知道 这神王界 为何是神一门门主的信物 什么作用 这神王界 之所以能成为老门主信物 是因为他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 你 何敢于我队上一场 队长 怕是我一不小心把你打死 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柄 神一门门主上位从来不是凭武力 而是靠大多数人的支持 而此时此刻 多数人都在支持我上位 就连我们的对手 百度谷 球谷主都支持我上位 是不是 球谷主 没错 我百度谷 都支持着黎长老 接任门主之位 我不支持着黎长老 接手神一门门主之位 之前我误以为江少门主已死 不得已才支持朱丽门主 既然江少门主还在 我自然是支持江少门主 这个奸人还真是反复无常 早晚把他出来 我神一门的事物 还不需要百度把他插手 顺便告诉我 我来这之前去了一趟百度谷 你们的老巢 已经被我捣毁了 江少门 若是你们这些百度谷的余孽 还不老实 我倒是不介意 原语一起灭了 江少门 江少 你狂什么狂 如今神一门内 九层以上都任我为主 你拿什么跟我斗 你说这神一门 大多数人都认你为门主 不错 让他们进来吧 门主邀请 多林 你狼子野心 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 幸亏 云雀 提前透露给我们了 让我们将计就计 假装 臣服于你 以免造成不一伤害 哼 你以为 我们能够 遵你这等货色 为门主吗 吃心妄想 呸 当年你 当年你密行一线 可是老门主旧的你 没想到啊 你情恩将仇报 竟与神一门的敌人 白宫都勾搭到了一起 你个 你个停笑 哈哈哈哈 即使没有这就废我 我有着大厦的名流支持 你又能奈我何 大厦名流 你们 可是要支持竹林 竹林 你这个叛徒 我闭嘴 你 少门主 我等此人前来 本来就不是为了 而是为了 查明你所的真相 是啊 少门主 您不要听竹林那叛徒 全口送啊 你们 安全复视 自封为王 竹林 你觉得你配吗 我之前还一直在想 能杀得了老魂主 应该有些实力 有些成功的 但现在看来啊 是我错了 不怒学学 江城 你有什么招数 警官 你以为就凭这些土鸡划狗 就像抗衡神一门 和我摆肚骨 简直可笑 今日 这里将成为你的 杀实之地 乔谷主 你当真不值死活呀 哈哈 江城 你莫不要以为 有这些人跟你撑腰 就可以跟我们两大门派 相对立了 就这些人 对我们神一门 和百毒骨来说 屁都不是 神一门内 逐离地心 其他人若肯投降 和免一死 别相信张神的鬼话 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但局势 你应该能靠近 不在 我与主力之间 谁的话更可信 应该 上门主 我错了 你饶饶吧 上门主 我也错了 主力去死 我离 主力 这些可都是你的人 我原本想放他们一条生物 你为何要杀了他们 一群强头好 活该该死 众判轻敌 主力 你可曾想过 你也会有这一天 都怪你 都怪你这个废物 若不是你 他们也不会反 说情不义 并自闭 当初你勾结百毒 陷害你 能够支持 你就应该想到 自己也会有今天 你们昔日 都是沈一门的成员 死罪可免 但活罪难逃 自今日起 我们再是沈一门的成员 滚 我杀了你们 主力 杨儿 我还有点麻烦 要去摆平 您在这儿快快等我 好吗 陷阙 我好 杨主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需要者的 江城 我杀了你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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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天门 你一个 记者 竟然能够训练到杰人架 杰人架 杨 你们的情报并没有错 这三年我的确已荒废 但你们不知道的是 早在三年前 我就已拿到了天神剑 不可能 当初在神医门 你都不是我的对手 品剑 要比两界更威风 这是当初老门主教 所以这些年 在你们面前 我从未争现过自己 之前要毒 就用七死流利毒毒害 我将那毒素 在体内流离 今天 希望你尝尝 这七死流利毒的痛苦 当初老门主 也是中了七死 可在我面前 他却一生一生 在各位 就你这样 你配做十一门门主吗 不 不 四所念 入客活 来 你 入客活 半途已清 头部组 接下来 就该算算你的高 行程 我承认 今天 我们一直小看 但是 怎样呢 他们 他们也不会再为你做事 到时候 我百度骨 杨晖是这天下第一势力 小公主 你也太不自量力了 你死吧 张成 醒来 醒来 张成 我杀了你 又救了你 我们两亲 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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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成了 我要杀了你 啊 啊 啊 张成 小心 怎么回事啊 求主 请你上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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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啊 sure ост Bry 受货 了 要 一 radical 天 常 哦 你 是 感 从此这世间再无本复国 参见十一门门主 雁儿 这世间弱水三间 我只取一票 愿意足以 这世间弱水三间